刚入职场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傻一点的人 反应慢一点的人 分析事物呆一点的人 在职场当中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假设所有人都是对你好 不要有一颗分别性去面对你身边的人 当然会不会有人害你 当然会有人害你 一定会有人害你 因为有的人他就是给别人挖坑 而找到自我存在感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做个啥子 刚入职场的时候不要做一个很精明的人 刚入职场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傻一点的人 反应慢一点的人 分析事物呆一点的人 你才会发现你身边会出现真正的好人 而当你身边出现了真正的好人的时候 那么你也知道了谁是恶意的 当你和好人成为了朋友以后 好人会帮你的 所以让子弹飞一会儿